中越松山 禅武圣地 密林深处 众多功夫高手在此修炼 俯虎降龙之际 少林棍施然性非常强 修法讲就是说强大一条线 滚大一股片 比较杠蒙 好 今年全球反恐形势日益严峻 2015年6月 少林棍树高手梁继红 应邀为特径传授少林传统棍树 我的武术生涯中 以前就做教练 没有当过教官 这是我第一次 我感觉很光荣 当时公安的领导就说了一句 你能为人民做点事 我感觉这个荣誉太大了 我当时我确实是心人接受 兵器是人身体手足的延伸 在中国 棍被奉为百兵之组 折之集成 随处可得 他没有封任 不义致命 因而成为少林功夫 最常用的兵器 在比较危险的地方 他进行的要滚对滚 滚对刀 反复的这种演练 检验这些动作的实用性 就是说怎样 使少林棍在这个实战中 起到更好的作用 成绩 弹步杀戮 这是中国人对棍的理解 梁介红卷 棍就如同他的性格 极恶如仇 宁折不弯 千百年来 少林棍僧以棍制 光伏正义 保家卫国 今天 这个责任又落在了 梁介红的身上 当前 爆恐事件多发于公共空间 反恐形势极以为复杂 制敌但不避命的少林棍法 如今又有了新的幼武之地 一到葫芦岛 梁介红就带领特警队员 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马步 第一个动作叫左右跳挡 一 马步 马步 二 三步 盖定 弹腿 公布 拖出在腰间 对 刚才我看很有气势 但是马步 公布要做好 再来一遍 注意 领备 一个动作发强 卡 一 二 三 少林工夫 在这个现代社会 祈祷了他迎期的作品 所以感到很高兴 能做这一份工作 我感觉到一次忠幸 甚至高兴